今年12月初,松山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民警对机枪制报专项行动线索进行疏离时, 街道上级单位核查指令称,松山区有一名女子在网上购买过一次枪支部件枪管, 接到通知后,民警立即开展工作,通过研判得知。 实际情况为,该女子哥哥卢某某使用妹妹的网购平台账号购买一次枪支部件, 且卢某某曾在建筑工地工作,要长期使用射钉枪的经验。 12月19日,民警迅速展开行动,将卢某某传唤至刑侦大队。 同时,在卢某某家中查获疑似枪支一支,后经有关部门鉴定为枪支经训问。 卢某某交代其从小对射钉枪十分迷恋, 2016年在网上购买改装射钉枪的无放钢管,并对射钉枪进行改造的犯罪事实目前。 犯罪嫌疑人卢某某因涉嫌非法买卖枪支,制造枪支罪,已被依法刑事拘留。 学典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25条, 非法制造、买卖、运输、邮寄、储存枪支、弹药、爆炸物罪,非法制造、买卖、运输、储存危险物质罪,非法制造、买卖、运输、邮寄、储存枪支、弹药、爆炸物的。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,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或者死刑。 非法制造、买卖、运输、储存毒害性、放射性、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。 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钱款的规定处罚。 第128条, 非法持有、私藏枪支、弹药罪、非法出租、出借枪支罪、违反枪支管理规定。 非法持有、私藏枪支、弹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缺义或者管制。 情节严重的,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